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因为利际长波 法国巴黎举行的主场 而法国不是一个交过 这些利际球迷被人吃汤液 巴黎返沟地放在汤液也比香港少好 巴黎警方那种过敏表现全欧洲都知得是文明 如果英國人要追究這個責任起來是有得做的 因為它完全沒有領導的 你欠了是不是想打到英國國人權利益 但多數法國的行政法院都會盡量在判決上面 不會讓你打到英國國人權利益 當然有原因你打到英國國人權利益很嚴重 而且輸的機會很大 所以法國已經交過 但法國一定比香港好 因為香港連法國都不能理打 原究這樣放棄權利益 你會被人高回頭 你知道香港的法官是黑法官 很直接地說 香港的法官不值得我任何的尊重 不好意思 政府全部都是混蛋 特別是國安法官 國安法官是混蛋 還是混蛋 我只是很直接地說 好了 嚴貝正傳 這一集講數碼人民幣 是搞不懂的 因為還有馬科羅比奧和 上特特克公平 都打算推動一項要立法 而禁止APP的APP Store 以及GOOGLE的GOOLE PLATE 容許任何可使用數碼人民幣的APP 如果是這樣的話,基本上有效地令到 例如WeChat Pay、馬里金、支付寶等應用程式在美國消失 因為這些應用程式一定會黏住數碼人民幣 你黏住數碼人民幣,現在美國政府的法例不允許你這樣做 那就沒有了 當然有些人說這樣會這麼快,是的 立法會這麼快,我告訴你 因為大把對付中國的立法比這個立法 始終數碼人民幣不是現在會走得很厲害的事 可能明顯會走得很厲害 但是大家知道美國的國會,馬里金、羅比奧做事 我的認知就是它是很有前瞻性 它是那件事發生之前四五年就做了立法 這個一定要知道馬里金、羅比奧的立法特性 馬里金、羅比奧最早提到香港人權及民主法 它在香港人權及民主法的時候是什麼時候呢 就是2014年10月 2014年10月的時候 它一直是對香港金、中、包、佔領區的人很有心 它一直是對香港人 它一直是對香港人權 它是一個很有使命感的人 馬里金、羅比奧 它就一直堅持下去 它跟Tom Cutter一樣的一路堅持下去 我想它不是 所以你說香港 美國有一堆立法 就是幫香港 不是特朗普的東奧 我覺得不是特朗普 主要是馬里金、羅比奧 馬里金、羅比奧 馬里金、羅比奧和Tom Cutter 特朗普做事後來做事 是因為特朗普需要民主黨的支持 馬里金、羅比奧和Tom Cutter 對特朗普來說是少數有實力 它能夠支持到 那件事是這樣的 你要搞清楚 馬里金、羅比奧 不會等到那件事出現那一刻才立法 他不是這樣的人 他跟Tom Cutter都不一樣 他在那件事發生之前 三、四年的英雅法 就好像香港自治法 我沒有想過香港自治法過得那麼快 整個我認識的美國朝野裡面的人 香港自治法沒有過得那麼快 香港自治法是香港人權和民主法的 更加版本 那件事就是想著香港自治法 是沒有那麼快過的 應該可能是今年才過的 不會現在已經制裁了 那些小朋友已經對付了特朗普 我來用對付那些混蛋 沒有人這樣過 真的沒有 所以你說Tom Cutter和馬里金、羅比奧 他現在提出說要禁止 那個電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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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 他是超前壓法的 這些事情是很多人不明白的 如果我對美國政治的看法就是 當然很多人覺得 譬如有些人不相信麥康威爾 我說麥康威爾有另外一些事情 我有機會會說麥康威爾 為甚麼他開始轉眼 麥康威爾 跟他老婆照小眼有關 因為他是代表台灣的 他是代表台灣的 你自己記住 麥康威爾不是代表中國的 他代表台灣的利益 就是台灣可以轉 台灣的岩營 有些人可以轉屋 現在可能隨時的岩營 剩下的那些好像徐考心那樣的垃圾 徐考心就是 你敢開罰庫 開高票給我一笨 整個MK妹 徐考心那件事 有機會跟大家說 去考心那件事 我覺得那件事真是臭到無憑 王世堅真的好態度 很坦白 這個是超前壓法 他令到中國 你夠膽出數碼人民幣的話 美國就馬上有法律 就可以對付你 令到這件事死了 很有效 很有效的事情 所以 你問這件事 你說數碼人民幣為何會這樣壓法 這些事情不太容易 你看馬克羅比奧和 特朗普的立法往績 你覺得是否真的這麼高顏路 也不是 現在美國的主要是 跟中國說是競爭 競爭這個字是外交詞 實際上是對抗的 所以他們這兩個立法 是為未來做準備 好了 大家知道 馬克羅比奧和特朗普的立法 所以馬克羅比奧和一般的 所謂的博物鏈 是不同的 博物鏈的證據 我不計劉政水狗人買的 LUNA 到今時今日 劉政都沒有搞清楚 LUNA 為何會這樣 還要找個假戶口 叫Stefan Chow 去 想來 免費宣傳 你吃屎 劉先生 如果不是好像捐捐 那些欺騙人的幣 例如李思聰搞那些 我不知道什麼事情 老實說 以中本聰原本的理念 是去中心法 比特幣也好 即是中本聰比特幣原本的理念 就是我要防止充貨膨脹 我要令到貨幣發行有個上限 有個硬的上限 但仍然保留現金的利益性 而且貨幣發行不是靠少數人操控 不是靠中央銀行 或者少數大戶操控 這是中本聰的理念 所以Botching 一向都說要去中心化 他經常拿出這個討論 因為這是中本聰 我不知道中本聰是一個真日本人 還是一個澳洲人 還是誰是誰 但是那個理念本身 是有一個學術依據 有一個學術理論在裏面 這個中本聰是有一個 無論比特幣 以至後裏的以太幣 它都是有一個圓景 這個圓景就是保留現金的益名性 但是它不會有現金的那種中央發行 受少數人操控 以至很容易揽發這些問題 它是想解決一些現實世界貨幣的問題 提出一個科技的方向 但是數字人民幣不是這個 數字人民幣是中央發行 所有交易中央知道 是一個中心化的貨幣 所以這個是一個邪惡貨幣 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你說 由這樣的立場來說 我當然是反對搞什麼數字人民幣 你還要現金本來有好處就是匿名 現金沒有記認 現金雖然有數字 但是數字沒有記認 你將一張票據 為何彭票積負的意思 其實後面已經是匿名 已經是匿名的 這些數字人民幣有什麼匿名的匿名 所有的那些電腦袋 都是有名有聲實名劑 我不是說好像百達通那樣 以前的百達通不是現在的百達通 不是好像以前的百達通 我可以買一口袋 其實理論上你是不知道誰擁有 香港警方掩用百達通和港鐵 我覺得是要遲早追究的問題 數字人民幣不是 所以你一個中央化中心化的貨幣 我怎麼可能容許美國公司協助貨幣發行 神經病 只是這個理由 這是很表現的理由 我已經很認真 就是它應該禁止APP Store和Play Store 容許有任何和數字人民幣有關的APP上網 其實你Google和Apple Pay是不可以再作為 在這個問題上 在這個問題上你作為 甚至你推廣數字人民幣 又可以同時和GPay和Apple Pay那些結合 我說過了火 是不可以再作為 這個MARCO ROBIO的目的 其中一件事就是 他不只要做APP Store和Play Store上網 是不讓數字人民幣在Google GPay和Apple Pay這些地方整合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這是第一件事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 為何MARCO ROBIO和Tom Cutton要推廣立法 另一件事就是 認美國的金融安全 數字人民幣是出現一個很令人不安的現象 第一 任何人的資產很容易滅 第二 如果美國人 我拿著數字人民幣的錢包 可能你被迫要用 是不是都要開 接著你很多交易 你開了之後 他那天回去美國 他可能仍然可以用數字人民幣的錢包 做很多交易 而那些交易是美國看不到的 你不會在SWIP裡面看到 你這樣的人說 你是不是很大件事 你中國是不是想搭雞排 來回避SWIP的 那個規管 你搭雞排 來回避美元 那個 美元為本 歐元為本 那個 國際交易 如果我可以容許這個數字人民幣出現 你俄國 我派一堆數字人民幣的錢包 那你俄國就變成一個人民幣的國家 然後中國可以隨意控制俄國的交易 甚至把美國的制裁型沒有 那你怎麼會很大件事 以前說還要現金 對不對 你現在是整個系統出來 你可以回避了 那個SWIP的系統 這個世界哪有這麼多好處 所以 由這個角度來講 我是Ton Cotton 我是馬尼羅里爾 我都不會給數字人民幣這件事 能夠成功 因為這件事是會令到美國的制裁失效 你其實隨時幫了普京 所以如果你比起是我的話 我會現在就要依靠立法 甚至是不止數字人民幣 總之任何東西 任何技術 你可以協助俄國 迴避美國的SENTION 的POSSIBLE PYROLOGY 例如銀聯系統 例如支付寶 我們都應該BANQ 沒有事 你中國嘗試用這些方法 暗中幫俄國 我在做俄國生意 可以死定了 我要百分百封鎖俄國 我要百分百令到中國 不能夠在資金上 支持俄國人的侵略 就是這樣 那件事是這麼簡單的 所以你說這件事 為何可以這樣做 為何 表面的理由是否相關 實際的理由是否相關 其實很清楚 實際的理由當然是相關 因為這件事 會令美國的SENTION 對SENTION的控制 會破功 我當然是要做這個工作 你數字人民幣的錢包 你有多少錢交易 你不知道 甚至你可能會否影響匯的波動 你不知道 但中國在數字人民幣的世界 做甚麼 它發鈔更容易 因為我渴望 在數字人民幣那裏 全部打了一堆錢 也可以 在數字人民幣的邏輯後面 如果你看過前希臘外長 前希臘財長 即是在金融海嘯的時候 那位財長 在歐珠危機的時候 那位財長 寫了那本書 那位教授 其實他是一個經濟學教授 他是把這個Botterian 和這個Marxism 結合的一個怪物 在澳洲 講英文還留意過 講英文的這傢伙 在澳洲教書以前 這傢伙我們想過就是 避免了希臘的 如果歐珠危機解決不了 避免了歐元系統 他避免了希臘的金融社會保障系統 甚至每人準備好 每人一張新的銀行卡 然後派一個新的希臘貨幣 自己搞自己的金融系統 然後就可以脫歐 金融脫歐 那時候很害怕 他只能找到一群黑客做這些事情 他已經想定怎樣做 所以我懷疑 數字人民幣的一條糞便 中國那群人可能看過那些書 可能想著 如果萬一被美國制裁 怎麼辦 他就想著用這個方法來回避 這個數字人民幣 當然我叫V教授 他想出來那套糞便 那套希臘那套糞便 有什麼分別 這些膠東西我都見過 這些硬膠 所以你從這個角度來看 所以我是美國 我一定要全力封鎖 數字人民幣 我100% cannot allow this to be popular OK 我覺得這件事很重要 所以你問 為何馬克羅比奧這樣立法 為何Tom Cotton Tom Cotton和馬克羅比奧 不會同意立法 他們立法不是我 純粹我的掌聲 他們每一次的立法 最後都會變成政客主軸 所以馬克羅比奧 很早已經關注新疆問題 大家也會覺得 新疆關注維爾五問題 那些她不是什麼 就是 維爾五問題是其中一個 美國和中國對抗的分野 她不是放在西藏 她的心思 她的心思放在新疆 你看清楚 之前我分析過她的 我跟著馬克羅比奧 那些東西我跟了很多年 我從2014年跟著她的東西 大大說我估計跟著百年 我對這個人的模式都很熟 我對這個人的模式都很熟 所以這個模式很清楚 很清楚 很清楚 馬克羅比奧就是想 提早禁數字的人民幣 她知道數字的人民幣 這件事是一條 新疆關注維爾 她是看了每一條新疆關注維爾 然後她已經事前做了一個封鎖的準備 這些就叫超前壓法 所以這些東西就很重要 你不要看什麼東方 或者那些武共的傳媒說 沒有妙道 還是因為美國搞不定數字美元 美國手機搞數字美元 全世界的Digital交易 Defracto都是用美金做交易 我整個Sweet放在這裏 我為什麼要這麼早搞數字美元 其實數字美元有很多問題 實際上就算是歐洲 歐洲應該是相對可以接受數字貨幣 歐洲也沒有這麼早搞數字歐元 你試試在歐洲搞數字歐元 德國人吵架你 你告訴我 德國人如果不算那些 說拉丁與系的國家 即是那些 葡萄牙 意大利那些 葡萄牙、意大利那些 他用卡的接受電子貨幣 都比德國高 德國人是因為受鎖稅影時 可以用cash 都用cash 德國的退圈系統 有時大佬領教過 那些硬膠電子交易系統 好像這幾天 但是德國試過前天 全德國的credit card key 都壞了 付不到錢 然後怎樣 變成水星逆行 水液到這個款 你也知道 我們做機器 有一個無法解釋的迷信 就是次試水液都會有機器 有機器 有機器 鋪鋪也是 這件事不能解釋 水液期間 不要做重要的 critical 不要 永遠 水液期間 照常運作 小心機器會壞 這些人說 有沒有這麼大迷信 水液的事情 地球磁場 有很多解釋 你無法解釋 你無法解釋 德國 這幾天 柏林 還有四分之一的 卡機 不可行的 是 那裏說 你用德文大大字寫著 卡登沙龍 Ni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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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rtgage 我的意思是 卡交易不可行的 如果用英文直譯 德文是我的卡 又卡登沙龍 Niche Niche What the fuck 就是這樣 所以你說搞什麼 哪個國家 這麼急搞數字 人民幣 你沒有電的時候 很糟糕 誰這麼急 就是習近平 這隻小學雞 反正看完 那些屁股 以為是可行的 然後你就想著自己走 有什麼出奇 中國人最好 自作聰明 我看看什麼時候 給美國人 我玩慘 好了 這節 就到這裡 這是第二節 第三節 接到香港時間 中午 第三節 第三節 其實很多題目 是未講完的 我告訴你 糧食 美國提供多管火箭系統 IPCC的報告 英國BNO的Visa的申請數據 肥棒的香港日記 哇 很多話說 說都說不完 神經病 這個世界 我這一節說到這裡 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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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